大家好,现在正是胡莲蓝的旺盛生长期 再加上胡莲蓝又是比较喜肥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适当的给它补肥来促进它旺盛生长 但是有些话也觉得经常给它居肥啊 特别麻烦 就会选择一个比较懒的方法 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埋上一点像这种水溶性的缓氏肥 如果你用的是水苔栽种 你再用上这个水溶性的缓氏肥啊 那么在现在夏季 你的胡莲蓝是特别容易烂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用水苔来栽种水苔啊 一般保湿性会比较好 那么一般呢 它最快可能也要五到七天才会干 而我们用的像这种奥氯肥啊 好康多这一类的缓氏肥的话呢 它是血溶性的 它在水苔比较湿润的情况下呢 它会一直持续不断的释放养分 再加上现在是夏季温度比较高 那么它释放养分的速度会更快 从此以往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烧根烂根的情况出现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肥啊 不需要那么麻烦 简单一点 那么想要用一些比较懒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用这个水溶性的缓氏肥 而是可以选择用这个磨肥 因为磨肥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肥啊 是不会受到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它是怎么释放养分的呢 它是在这个植物啊 它缺肥的时候 需要养分的时候 它就会从这个根系这个部位释放这个有机酸 那么这个有机酸呢 它就能够溶解这个磨肥 这样磨肥呢 它就能够缓慢的释放养分 供给这个蝴蝶蓝生长 所以它是需要靠近根系才能够有效释放养分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呢 它会有伤根的危险 一般我们用一次的肥 一年的肥效期 所以这种肥的话 它比奥玉这一类的肥的话呢 它使用更简单更方便 而且肥效期更久 它也是缓氏肥 所以我们在养蝴蝶蓝 特别是用水苔摘种蝴蝶蓝的时候呢 用肥一定不要用上这个 像这种水溶性的缓氏肥 好了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